明末清初 山河里乱 国之不国 事之不适 话说 杭州府有一书生 名叫逆才臣 这逆才臣保读诗书 颇有些才气 奈何赶上这乱世 求不得功名 只好托人在和声药铺 谋了个收账的伙计 收账可不是个容易差事 春夏秋冬 全国各地的跑 好天气缓则罢了 倘若遇上风雨雷暴 断了山路 那风餐露宿 都是常有的事 这年九月 秋高气爽 令才臣到金华收账 可不从想 偌大的镇子 连家旅店都寻不得 其实并非没有旅店 而是都被军队和难民挤满了 再住不进生人 一番打听 令才臣得知 北郊石里有件金华寺 空的 对于令才臣来说 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 旅店也好 寺庙也罢 不过 听说要去金华寺 教父们没一个愿意拉 说金华寺闹鬼 不敢去 最后 令才臣没的法子 只好加钱 找了个胆大的教父 愿意给送到门口 时日傍晚 暮色西城 令才臣推开了 产满蛛丝的金华寺大门 一进院 令才臣就发现 遍地荒芜 隐隐绰绰 真好似鬼魅一般 这时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背后 令才臣定睛一看 好个壮士 两三句攀谈 原来壮士也借助在此地 据壮士说 金华寺荒芜已久 想住就住 不过 最好还是不要住 令才臣道 是不是 这儿不大干净啊 壮士道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令才臣来劲了 对对对 所谓邪不轻重嘛 壮士不再答话 碰的一声关上房门 说南社楼上干净些 愿意住就留下 事业 约莫三狗天使 院子里悠悠传出歌声 看破红尘 鬼影山中 想起旧情 亦难平 但只见 月挂松烧 气朗天庆 勾惹起 物外之怀 又添豪性 持见在手中 地动山摇 虎鬼皆惊 令才臣惊叹 壮士歌如红中 乱臣贼子 闻之丧胆 见此幽龙 可去葫芦 一进中原 壮士摇头 公子过家了 我没有哪个志向 令才臣笑笑 傅上前问道 还不知壮士尊姓大名 壮士方下酒坛 陕西燕池侠 敢问公子 令才臣如此如此 介绍一番 燕池侠道 上京赶考 令才臣摇头 狗拳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燕池侠大笑 国家正是用人之机 难道公子 也要学我这一介武夫不重 归隐山中 令才臣叹气 中原既被清兵所拒 到处奸杀抢掠 无恶不作 无奈家母年事已高 续人奉养 因此忍辱偷生 实在心中有亏 燕池侠忽然脸色一沉 一公子之见 中土大业 尚有可为吗 宁才臣面色凝重 本朝江土 还有广东广西 湖南江西 四川云贵 众贵兵百万之多 加上各地绿林豪杰 不能说势不可为 燕池侠常常叹了口气 国破家亡 兵败神圈 昭魂而香江有泪 曾君而蜀国无闲啊 两人长谈许久 一直到月上流烧 才各自离去 起料刚到房间 燕池侠就端了盏烛火进来 宁才臣道 壮世丙烛游 雅兴甚豪啊 燕池侠随手递过 天昏地暗 此阴影之火 燎盛于无嘛 宁才臣伸手去见 如此说来 要占无星之光了 两人哈哈一笑 互道晚安 自不闭言 出到此地 宁才臣夜不能寐 干脆提笔 将明日所收账目 依依清点和对 也不知什么时候了 宁才臣忽然听到一阵琴声 刚开始 他以为是燕池侠 走近一听 飞也飞也 琴声自古塔而来 操琴着想是后院之人 宁才臣借着月光摸索 不一会儿便找到后院大门 宁才臣推门而进 煞时弄住 此处烛火通明 楼阁之上有一扶琴女子 十七八岁的样子 相貌非凡 只听那女子唱道 夜深人静 天如水 闲把栏杆椅 微风暗暗送幽香 杜莎白莲花底细鸳鸯 猪楼画葛年年载 惆怅花蓉改 中天明月又团圆 四孝丹琴 孤枕难重眠 女子唱吧 琴声叹气 又与扶琴 李坚突然叫道 小倩快来快来 这荒芜人烟的古寺内 为何会有人居住 令才臣百思不得见 这时一阵微风吹过 吹落的恰是刚才女子所唱之字句 令才臣随手捡起压到琴边 正要走又绝不妥给送回屋内 再要走时 顿生雅兴 杜莎白莲花底细鸳鸯 细字不好 肃鸳鸯供妙 中改呢 小倩突然回来 看见令才臣好不恼火 一副疏松打扮 怎么能擅闯归房 斯文无赖 这么念叨着 小倩接过词一看 肃鸳鸯 妙哉 妙哉 小倩迎上前去 马上请令才臣 给这副鸳鸯细水图提示 令才臣推托一番 终于顺势坐下 十里平湖绿满天 玉栅暗暗西华年 若交雨盖长相护 大胆 谁叫你进来的 一声呵斥传来 惊异的令才臣说不出话来 小倩盲解释 姥姥 她是 姥姥厉声道 混账 东徒子 赶紧给我滚蛋 令才臣来不及解释 赶紧溜出后院 不一会儿 小倩便跟着寻来 连连道歉 两个人话说了三五句 寒暄客套 也该结束了 可是 小倩没个走的意思 令才臣道 没事小姐就回去吧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恐遭人议论 小倩背着一说 有些羞 又有一些脑 镜子出了门 令才臣看见地上的画卷 才突然明白过来 小倩是为了刚才提示的事而来 不必说 令才臣当即淹没 挥笔写道 十里平湖绿满天 玉栽暗暗西华年 若交与盖长相护 只限鸳鸯不现鲜 小倩顺时躺在令才臣怀里 柔声道 好 只限鸳鸯不现鲜 令才臣愣了愣神 身体情不自禁软了下去 麻缩缩 好似着了凉打寒颤 突然 令才臣推开小倩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令才臣一早便出了门 到城里收账 燕池霞迎头撞见 随口问道 昨晚睡得如何 有没有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 令才臣道 没有 买好 谢谢你 行之半道 偶然遇上一赶口书生 打听金华寺 令才臣想说什么 四寸一饭终于没说 抬手指了指 屋子到城里去了 到晌午时候 账收了七七八八 令才臣有一些饿 准备寻个店吃点便饭 起到这时 小倩急匆匆经过 直奔装表铺子 令才臣好奇 也跟了进去 奇怪的是 小二说没人进来 更没姑娘进来 令才臣笑道 兴许是我看错了 话是这么说 他还是决定到楼上看看 这一看不得了 令才臣一眼瞅见 那幅鸳鸯细水图 更令人错愕的是 店老板说 送支付发来的小姐 已经下世十几年了 这事说起来可怜得很 大概是十几年前 有一位上任的县官路过这 他的女儿得病死了 那之后不久 县官也死了 据说好像是姓涅 令才臣听了一声冷汗 忙问道 这诗呢 也十几年了吗 店老板走近一看 哎呀 奇怪了 这幅画不从提示啊 宁采臣回到金华寺 是晚上的事了 白天那位赶考公子 已经住了下来 正和燕赤侠闲聊 他这一路来 听很多人说真闹鬼 可到了这 鬼影子都没见到 公子说 如果是个漂亮女鬼 他倒真想遇上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嘛 见燕赤侠宁采臣不理会 公子假意笑了两声 三人便各自散去 话说 令才臣别了烟尺侠 回到南社楼上 一眼就瞧见小倩 小倩哭哭啼啼 说被姥姥打了 她再也不敢回家 要跟令才臣远走高飞 令才臣叹气 这是什么话 你别来就是了 昨晚你姥姥骂我东徒子 如今我真要带你走了 岂非陷我于不义 小倩见她这般 也不再为难 拿了定元宝说 那这个给先生做润笔 令才臣道 文章本无价 提示宋童号 小姐要是不把她带走 我就给扔出去 小倩走了后 令才臣久久不能入睡 人家一番好意 不该那么冷淡 再说 突然几声尖叫传来 令才臣跑出去一看 白天的公子已糟不幸 这金华寺 难道真有鬼魅不成 令才臣为烟尺侠 眼神瞎冷笑道 公子怕这个 邪不轻重嘛 如此翻来覆去熬了一晚上 令才臣天一亮就跑到后院 哪里有什么亭台楼阁 哪里有什么才女扶勤 遍地荒芜 眼前直一粉肿 上书爱女小倩 看来那庄表店老板所言 皆是真事 令才臣都是浑身发冷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让令才臣想不到的是 当天晚上小倩又来了 这次她坦白了一切 不过她虽是鬼 却不从想过害谁 第一次后院相会 乃至后来的提师 纵元宝 都是姥姥逼迫的勾引之术 好在令才臣忠厚公职 刚重不饿 没有遭到不幸 几番勾引都以失败告终 小倩说 姥姥已经失去耐心 今晚三宫要亲自动手 令才臣摇头 不对不对 楼下的烟尺侠呢 她为何一直安然无恙 小倩道 她是个剑客 武功很高 鬼害人也是欺软怕硬的 令才臣眉头紧锁 既然你不想害人 离开她不就好了 小倩哭诉道 我一个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 哪里是她的对手 如果 如果先生愿意搭救的话 令才臣忙引上前 请讲 我一定办到 小倩道 只要将我的尸骨运回故里 我便能离开此地 入轮回超生了 众说着 几重妖风吹来 小倩忙下楼 临走还不忘嘱咐 今晚去剑客那里住 他能保你平安 令才臣被吓得浑身发抖 他还是强装镇定 借口看书 躲进了烟尺侠房间 事业三宫 妖风肆虐 令才臣看见 一个鬼影飘进房间 正在这时 一道剑体打向门边 鬼影搜了一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烟尺侠起身一看 遍地是雪 不过并未伤其要害 令才臣这时才知道 厌制下一直知道后院鬼的存在 只不过他是道众人 本不该理这些晨间俗事 可如今 不裂也不行了 你老要作恶多端 已经杀到眼前 夜深人静 天如水 闲把栏杆椅 威风暗暗送油香 杜莎白莲花底素鸳鸯 猪楼画个年年载 惆怅花蓉改 中天明月又团圆 四孝单寝 孤枕不成眠 自日一早 令才臣便带上小倩尸骨 直奔广东 一路上 两人有说有笑 以音师作对 好不快活 可是 当天晚上 行至枯树林时 舍父的马儿受惊 再不肯多走一步 令才臣没法子 只好随地找了护人家 借宿一宿 殊不知 这护人家 也是老妖所变 令才臣连滚带爬的桃 在树林里 跑了不知道多久 眼看天快亮时 终于遇上一斗篷老者 算是到了人界了 肯定老者一转身 差点没把令才臣的魂下出来 正在这时 阴池霞自小鹿赶到 一剑刺死老妖 十里平湖绿满天 玉在暗暗西华年 若交与盖长相护 只献鸳鸯不鲜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